好,來跟各位介紹我的三把Shadow 2 那其實我在近期最主要都是這一把,已經用了一年了 這一把是有做那個Magware 比較大的,那也是符合規範 這個符合IDPA的ESP組的規範 然後我的平時用的這個備用槍就是這一把 那其實磨損比較少,這把反而磨損很多 那備用槍的話也怕說到時候會被尿或怎麼樣 所以就沒有做那個Magware 但想要緊啦 那因為慢慢打,打久了,打這樣子 一年了,所以 其實這把Shadow 2在上IDPA的新手班之前的 這個戰鬥手槍就已經用這一把了 所以已經用超過一年了 那內部的結構 我覺得有一些彈簧,一些細節慢慢的會鬆脫 也沒有脫啦,就慢慢鬆 其實在射擊方面來講 精密度我覺得其實相對 以這一把來看 反而是這一把會比較精準的 有這樣的感覺啦 那這一把 跟這一把其實在內館跟外館都也有做過 呃 優惑啊這樣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考量 慢慢的這一把 白色這一把已經 我覺得還是 就是我很難去做 就那些細節上的彈簧更換等等太複雜 所以我覺得說 啊不然就是再買一把新型的 就是它也是Shadow 2 這一把 那這把是在2023年 就去年所出的 那它在 呃 性能上我現在還沒有說真的做確認啦 不過在 它的槍管的固定上 它以舊型是多了 這槍口這一個 固定的枯 不只固定附近黃也固定了 呃 外館甚至連內館 你可以看到說也是 蠻紮實的齁就已經鎖得很 感覺都沒有什麼空隙了 所以應該是蠻準的 以它的那個來講 那這個是ORANGE 在真實的CZ的槍裡面的話 ORANGE好像算是已經算是競技的頂級了 在CZ的 這個官方網頁上有很多用不同握把顏色來做區分 那有像這最最初級就是很多藍色 然後後面有慢慢進入的這種競技級就是 綠色握把等等的 那所以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把 還特別有這樣的一個 殼影而且在 外館上也都完全變成不鏽鋼了 比原來這種1.2公斤還要再更重了 那 我原來的外館是有 都已經更換這種 獨角獸 獨角獸的外館內館 那現在要買可能也不是那麼好買吧 外館現在還有 買得到 那這一樣的 外館也換成獨角獸的 就是變成不跌館這樣 那另外的話在光纖方面 我自己都換過了 所以另外買光纖的材料 早上用比較亮的素材 自己也都換過 真的是自己把舊光纖給拆掉 這邊對焦到焦 然後 再裝上新的光纖 所以顏色其實都一樣 是覺得它不夠亮啦 就是因為它畢竟只有小小一截 所以它蒐集在 空中有光線還是 有線啦 有線 好這樣子 簡短的介紹四分鐘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